嗨 大家好 哇 发电机来了 不是 地上冒烟吗 还是地上会 哇 让你觉得很温暖呢 有 我的故乡宜兰 来最近炒得如火如荼的清水 清水就离我们家很近 其实我们家分布很广 我们家族的人员 从苏澳 清水 三星乡 然后罗东到宜兰 到复兴乡 通通有 所以我们家族 家族还有几百个人 我现在不小心 延伸大概上千人了吧 因为好几代了 好 那么这几代下来呢 我的家乡是很漂亮的地方 那我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来 缺电 火地热发电厂 玉原浮海石火 好 我先讲一下 2021年呢 是文昌化祭年 大家是不是很害怕没有电呢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什么工业用电啊 还有一些什么家庭用电啊 大家都很紧张 我们曾经有曾经大跳电过 对不对 大跳电过 结果呢 哇 那些工厂损失不坠耶 非常之大的损失 哇 停几个小时那还得了 好 停几个小时呢 不只损失而已 而很多东西机器都会坏掉 好 那现在呢 宜然说要再盖第二座的 不是 盖一座 地热发电厂 我是不懂得什么叫地热发电厂 但是呢 我应观众的要求呢 来 做了这一集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来讲一下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预言 做了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 也不是呢 什么会引发什么地震啊 什么火山爆发啊 现在很多人疑虑 然后呢 清水的居民就一直在反抗 也反对 那但是呢 但是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单位怎么说呢 好 台湾第一座呢 电厂呢 这个电厂级的明 什么 明云事业地最有发电厂呢 宜然县清水地热 发电厂呢 经过四年多 终于在日前完成运转 我已经开始运转了耶 所以呢 二三日呢 举行启用典礼 清水地热发电厂呢 每小时的发电量啊 约1350度 也没有很多啊 3000 3150度也没有很多吧 可供应呢 约1万户呢 小家庭的用电 是台湾近30年来第一座第一行的 这个电业地热电厂 所以呢 它可以供应大概1万多的家庭 好 我先讲一下清水的地方其实人口并不多 如果你说在罗东镇啊 宜兰市啊 罗东市宜兰市啊 这种比较大的区域的话呢 人口就很密集 它是 啊 街道 哦 比较 呃 呃 埃乎 埃家埃乎就 紧 都是紧邻的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先讲一下 这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好 像我们家就在罗东市中心 那个马祖庙的正对面 呵呵 马祖庙正对面大家知道吗 那个罗东中正路的马祖庙的正对面 就是我们家一整排的 好 那我们阿公的啊 我们爸爸的不是我的 呵呵呵 好啦 看完一下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呢 可供应呢 约1万户小家庭的用电 是台湾近30年来第一座发电厂 那宜兰县政府表示呢 台湾运含丰富的地热资源 那日这个目前的地热发电的话呢 呃 没有辐什么 没有辐射外泄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这是政府单位声明的 就是说不会有这些疑虑 就不用担心 但是呢 这个另外呢 他说开发价值潜力呢 那县府呢 为配合呢 中央订阅的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的量 要达到20%的目标呢 积极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是政府的政策的发展啦 所以呢 呃 当然对百姓来讲 那一知半解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知半解 这个一知半解之下呢 当然大家会先生害怕嘛 哎 地热发电到底是什么原理来发电的嘛 对不对 用核电吗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对不对 那他这个地热发电会引发什么样的 呃 副作用吗 还有其他的效应吗 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对这种疑虑都一定会产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那个太冗场的那个 政府单位所解释的东西 我们就不谈了好不好 那我要谈的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 现在百姓呢最怕的就是什么 会不会引发大地震 然后呢 万一大地震引发的时候呢 这些地热的电呢 会不会引发另外一种灾难 第二次灾难 也有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你看啊核电厂 那个福岛的核电厂 日本的福岛核电厂 就引发第二次灾难了 不是吗 核废水又外泄 第三次灾难 核电厂一旦呢 被怎么样的时候呢 那核废水 他就核电厂的那个 就核电外泄 那所以呢 居民有疑虑也是有原因的啦 因为呢 台湾毕竟尤其是在宜兰 宜兰毕竟是很 最常 最经常很大地震的地区啦 我不是做过地震的节目给大家吗 就摇来摇去 摇到晚上不能睡觉嘛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就经常都是半夜不能睡觉的 所以这个居民的抗疫 或者居民的疑虑 都是有一些 他们的烦恼啦 有根据性的啦 他其实呢 他并不是用什么核子电厂啊 或者用核电来发电的 他并不是 他是用地底下的那些水 来发电的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觉得这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多的困扰 而且呢 应该是非常环保的 如果这是非常环保的话 是值得推崇啦 只是呢 因为呢 很多地区都是超 经常都是 地下水抽的太严重 那会不会造成地层下陷 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问题所在点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地层下陷的话 而且在一直在抽这些水的话呢 会不会造成这个 比如说像是液化啦 那个地质液化啦 地层液化啦 这些倒是比较 应该要担心的问题啦 那如果说 你也知道嘛 那如果地面上呢 会比较 如果长久以后呢 是不是地下水抽太多以后 就会产生呢 这地面的不平衡啦 或者呢 有一些路段啦 铁路啊 公路啊 就会产生一些状况出来 这比较会有容易这种情况 尤其是高速铁路 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 上一次李鸿源也在谈一件事情 他说云林那一段呢 就是我们台湾云林那一段呢 也是超抽地下水 就抽地下水非常之严重 而且他很担心说在十年以内呢 我们那个路段呢 就恐怕呢就是 高铁会出现大问题嘛 那如果高铁出现大问题 那就很担心喔 对不对 那宜蘭也有高铁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啊 如果说像这种这类情况的话呢 如果不是在高铁附近 那倒还好一点喔 但是一般的公路呢 一般的公路呢 或者是一般的民宅 就怕是民宅啦 或者大的工厂啦 或者是饭店啦 万一他的地质是松软的 或者呢 是有点异化的情况 那就很惨 对不对 那因为地震又很多 那如果土壤异化 你就知道整个都会倒塌嘛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其实呢台北市 现在呢地质学家也在讲喔 他们看看喔 他说台北市最容易地质 就是异化 最容易异化 那如果最容易异化 你就知道会什么样子 像烂泥一堆 那根本都没有办法住人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啦 那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事情的话 最主要是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说 他没有那种核电厂的威胁 也没有核电厂的那种压力 但是呢 他是算是蛮环保的 只是说这个环保的背后呢 他有什么样的工程呢 什么样的维修 然后让不要让地下水操抽 那也不造成了居民的困扰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发电才够的话 其实也是百姓之福不是吗 对不对 那我也是宜兰人嘛 我也很担心说 我们的左右邻居 你知道我们那边有很多亲戚住在那边喔 我们还是有很多亲戚住在那个区域 所以呢 我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乡亲们 好那我们的关心 除了关心乡亲呢 当然台湾现在可能有 除这边开始做已经四年了嘛 那会不会从别的区域也在扩 扩大来做呢 应该政府 如果觉得说成效还不错 应该会扩大来做 但是我觉得如果超出地下水的 像那个云营喔 那个我们总统蔡英文的故乡云营啊 那就要小心喔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就是呢 在反保上面呢要比较 来重视一点的那个反保议题 那我想呢2022年呢是认水 现在是怎样 格林兰的冰啊一直在融化 我们台湾啊已经讲到了 说2050年啊就剩下三分之一啦 剩不到四分之一啦 那你想想看啊是不是 我们的岛就要淹掉很多呢 说可能最少淹掉一半呢 那我算一下呢 我是不看到2050年 我看到2035年 我之前做了一篇啊就是说 台湾呢我们是海岛型国家 那尤其是西部 西部是从哪里台北到高雄 这一个区域 都是海岸线 那东部呢 东部的这个区域呢 它的海岸线 它是很比较那个 花岗岩比较多的 而且高 对不对 它比较不容易被这个 而且它是在靠近太平洋这边 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的 格林兰就是从 如果格林兰的冰原下来的话呢 台湾的西部 就要非常小心喔 什么通宵 那这样一直下去那个地区啊 还有云林啊一直到高雄啊 那个区域整个都要非常非常精神 还有包括台南啊 整个海岸线过去的话 那所以呢其实要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喔 将来呢 想想看如果2035年以后 你看明年2022年 明年2022年呢是润水 后年是癸水 癸水还有一个问题咧 它更可怕的问题来了咧 日本要到核汇水咧 那你讲过两年后要到核汇水 我们才要担心这个问题吧 那核汇水一到的话呢 它这个病毒还没解决 现在又变种病毒 我今天一定要做一集变种病毒 你们一定要锁定海洋老师的直播 好不好 我还会继续做 还有核汇水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生活下去呢 对不对 好 你看我们不犯人人家会犯我们喔 我常常不讲这样 是不是 所以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 它还比较我们高耶 它比较我们高耶 它水一直下来 你知道那个 那个黑 那个黑草一旦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我们那个鲑鱼 鲑鱼啊 有时候呢就是在秋冬的时候 整个都抓鲑鱼剂嘛对不对 那如果它从上面这样下来 是不是我们也很惨了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好 接下来呢 我想呢 最重要的是 大家把自己的环保做好以外呢 我要呼吁所有同学朋友 还有呼吁所有的 我们的台湾的 这个所有的百姓们 我们自己要做好环保 我们如果自己做好环保的话呢 本身自己做好环保 我相信呢 环保就会更好 对不对 那少用塑胶袋 少那个砍发树木 然后呢环保要做到最彻底 不要到海边乱丢垃圾袋 那你的口罩呢 最好呢要收集起来 不要乱丢 你知道现在很多海豚啊 还有很多鱼啊都吃了 那个我们的垃圾啊 全部啊 整个肚子里面全部好可怕 全部都是塑胶瓶塑胶袋 一大堆都让他们暴毙啊 这真可怕 好不好 其实呢 人类是残害这些海洋动物的 还有残害很多那个山区的动物啊 猴子啊之类的 山羊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呢不能吃 肚子一饿呢 什么东西抓着就吃 往肚子里塞啊 结果大家都死了 好 记住要做好环保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好 按下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 好 谢谢大家 礼拜二呢 不要忘记上我的FB粉丝团哦 来上来小小康 我们要先布局2022年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的官方LINEA 小老鼠QGC1213O 在这边 交到我的LINEA也是免费的 全部都免费的 好 然后呢 微信 这是我的微却 然后呢 SKJNY888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 分享给你所有亲朋好友 好不好 我们宜蘭方的同学们呢 不要忘记了帮我按赞分享哦 谢谢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